听完之后 按理说应该是里4 按理说应该是里4 这儿是张3了 那我们看一下原因 说不定是我们代码 什么地方写了有问题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刷新的时候 它肯定请求SURL端对吧 然后它会把Curkey带过去 我们看一下Curkey是什么 大家看Curkey是Uzernem等于张3 并且有个Uzernem等于里4 因为Uzernem等于里4 是我们SURL端返回的 一个锁定的一个 就是锁定前端不让改的 那你前端 刚才前端操作 加了一个Uzernem等于张3 然后后面有一个Uzernem等于里4 按理说SURL端应该是 获取这个之后 应该是拿里4去覆盖这个张3的 应该是里4对吧 那它为什么是张3呢 我们简单看一下 我们跑到这个后端 这个app.js中来 我们打印一下这个KURL的值 KURL的值之前解析Curkey的时候 好保存一下 我们直接去刷新一下 因为KURL端枯给还在嘛 然后看一下这里面 这儿发现了个问题 就是说 打印的时候 Uzernem 第一个Uzernem是顶在最左边的 对吧 第二个Uzernem它前面有个空格 你发现没有 当然有空格的时候 那这个Uzernem就不能叫做Uzernem了 对吧 它前面有个空格了嘛 就不是Uzernem了 所以说 这个地方我们所有的KURL端构 Uzernem就只有张3了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我刚才看了一下 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拼接KURL的时候呢 它会自动加个空格 你看这个分号后面有个空格 对吧 所以说我们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比较简单 就是在我们获取KURL的时候呢 把空格给去掉 刚才打印的 我们删掉了 在这个地方KURL的时候 把空格给它加个Trim 去掉就好了 好 加Trim保存之后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 客户端还是有这个Uzernem等于张3 然后Uzernem等于李4是后端返回它 这个时候我们刷新一下 看看它就是李4了对吧 然后传给SURL端呢 其实也是有客户端自己设置的一些假数据 还有Uzernem等于李4 然后我们可以再做一个测试 Uzernem等于Aaa 好这个时候我们再刷新 它还是李4对吧 我们看一下 好这个时候客户端呢 它只是已经改成Uzernem等于Aaa了 但是它后面还会注意一个Uzernem等于李4 比如说我们在SURL端 去登录完之后 试这个ETP only的时候 是真的是有效了 是限制了前端对KURL的修改 这样的话就能保证 我们Uzernem的一个安全性 就是后端说谁他就是谁 你前端你改了也无效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的登录就安全了 不管是谁进来之后登录了 然后我们试了完之后 客户端就没有权利再去改了 这样就保证非常安全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KURL如果是 这些值比如说 你设计了一个Nem等于李4的这个值 这个Expires这个地方是1969年 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说1969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没有设计过期时间 你没有设计有效时间 这样的话它会永久有效 就你浏览器只要不卸载 浏览器的内存只要不被缓存 不是内存 浏览器的缓存只要不被清空 然后浏览器只要不重装 它就一直在 当然这不是我们希望的一个操作 对吧 我们期望的还是说 比如说我们每隔几天不登录 我们就让它重新登录一下 毕竟有一些安全风险嘛 比如说你电脑 然后送给别人了 不知道这个网站一直登录着 别人拿过地点 这样之后打开浏览器访问 然后就直接登录了 这样其实是很不好的 所以说我们想要设这个过期时间 好 过期时间怎么设呢 过期时间我们先加一个函数 给它加一个什么呢 就是D.sideTime就是重新设置时间嘛 然后D.sideTime就是D的这个时间 加一个时间我们加一个24小时 24小时乘以60分钟乘以60秒乘以1000毫秒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D的时间设置成了 当前时间再加上24小时 加上一天 然后return这个D.to 我们要to这个 GMTStream 这是一种时间格式 这是CookieCooking的一种时间格式 叫GMTStream 它是什么格式呢 我们等会可以打印看一下 然后在这可以打印看一下 其实这个函数呢就是要获取当前时间 然后把当前时间加上24小时 加上一天 然后把获取当前时间的一个叫GMT格式 一个孤立的格式 这个函数我们记一下 然后我们再去Cookie里面去设置一个过期时间 就是在这个地方 在atp only后面我们可以加一个expires 等于什么呢 好 等于执行这个函数就好了 OK 这个时候呢 我们去保存 保存并且刷新一下 我们看一下 我们得重新去登录 重新登录 完了之后 它重新设置 试着这个时间嘛 login unname等于 理事 and pass word 等于123 好 等了完之后 我们看一下 好 等了完之后 我们看一下 response里面 现在cookie unername等于4 然后pass等于什么 atp only等于什么 expires等于什么 这个时间呢 就是一个 刚才那个GMT的一个时间 其实我们后端也应该打出来了 就是这么一个时间 这么一个时间放在cookie里面就行了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applications里面 好 我们看一下 applications里面 这个username等于理事 然后pass等于斜线 这个是跟之前一样的 对吧 拖一下 不好选择 好 然后atp only 是对号 也是跟之前一样的 对吧 然后这个expires 大家看 已经不是这个 1969了 你看这个AA是1969 它已经不是有这个 而且2019年1月11日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我当下时间的一天之后的一个时间 我当下时间是2019年1月10号 所以说它是2019年1月11号 后面什么东西 然后具体的什么时间呢 其实从这就能看出来 就是从我们的控制台里面就能看出来 就是看出来 是这个时间 然后 包括从这个network里面 这个里面也能看出来 就是这个时间 就是所有的返回的时间 这样的话 我们总结一下 cookie里面需要返回的 第一个 一个name等于理事 对吧 这是当前登录的一个用户名 pass等于斜线 就是让这个cookie 在网站前端 所有的路由全部生效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路由是 api user login 这么一个路由 然后 apionly 是保证我们的这个数据 不能被前端所修改 这样的话 能保证登录用户的一个安全性 然后x- 能设置过期时间 这个过期时间 可以自己来控制 对吧 如果是你这个cookie 长时间不操作 比如说电脑合上了 然后你出去旅游了 旅游了一星期回来之后 那你这个cookie就没了 你就得重新登录了 这是浏览器的一个机制 所以说我们这儿要去使用起来 好 最后我们再回到这个login text里面 再去看一下 优游的内容还是李斯 对吧 具体这个application里面 我们就不看了 跟刚才是一样的 因为它的域名是一样的 所以说域名是一样的 不管是访问什么样的接口 它的cookie都是一样的 都是可以共享的 因为同域名 cookie是可以共享 跨域名cookie是不能有任何联系的 那样的话会有安全问题 ok我们凑到完这个 所有段的cookie之后呢 我们再最后做一个总结吧 算是对cookie的一个总结 就是一开始我们知道了cookie的定义和特点 一开始说过 我为cookie总结了大约六个特点 每个都很重要 大家在后续去想一下有哪六个 然后前后端如何查看修改cookie 前端我们说了有浏览器中 可以有三种方式去查看cookie 然后gs可以修改cookie 而且gs修改cookie呢 不是说我把cookie重新覆盖了 而是说它其实是追加cookie对吧 然后后端怎么去查看cookie 我们做了解析 后端怎么去设置cookie 我们也做了 比如说设置cookie的内容 设置cookie的pass 设置cookie的htponly 就是让前端不能访问 做限制 然后设置cookie的expires 就是过期时间 最后呢 是如果使用cookie实现登录 这个我们已经做了一遍流程 就是用个最简单的方式 反为那个login 把用户命和密码传过去 然后验证登录 验证完登录之后呢 写入cookie 然后反过去前端 前端再去反为那个login test login test 再去通过cookie去测试 是有没有登录 登录的话就返回 没登录的话就返回没登录 对吧 这个流程下来之后 我们其实这个 到底怎么去实验登录验证 我们就已经通过cookie的 这种方式来给做完了 到这一步 其实我觉得登录这部分 就相当于是你内容上 可能还没到一半 但是我觉得你的意识上 已经到了 学习到一半的地步了 剩下的还有一部分 就是关于后端session的一些事情 我们接下来会继续说 我可以让你关于是你内容上的地步了 我可以让你解决一下